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26次成功 成功率60.47% 共推进238码 有一次传球达阵多达4次遭到旗上 最远传球距离30码 此外 他选9次持球冲锋类进39码 可惜没有冲锋达阵 他从9月13日以来参赛10次 每场比赛都有传球达阵 单场比赛至少成功传球167码 最多单场累积传球距离316码 他在上各球季共先发15次 有26次传球达阵 本球季进行至今 已经14次传球达阵建功 但是杰克森于11日晚间 全场只在第四节 以3分钟28秒发动13波攻击推进64码 还好达阵建功 这是他在例行赛季最差劲的表现 照理说 海豚队先后吊派有牺伤和手伤在身的28岁 四分魏布里塞特·Jicoby Brissette 和23岁的左爹四分魏塔·戈维洛 Tagelway陆宫 表示攻势展开其实并不顺利 但是杰克森竟然久攻不上 布里塞特当晚传球23次 其中11次成功 共推进156码 成功率47.83% 莫有传球达阵也莫有遭到拦截 但是有两次遭其善 最远传球距离52码 塔格维洛泽传球13次 其中8次成功 共推进158码 成功率61.54% 莫有传球达阵和遭到拦截 但是有一次遭其善 最远传球距离64码 现年22岁 身高65寸196公分的 海豚队防守球员 菲利普斯·Jalen Everett Phillips 以及现年21岁 身高6尺1寸185公分的 海豚队安全位和男 Jalen Hollen 虽然都是在今年选秀活动出现 在这场赛事 却展现他们在防守端的判断力和反应力 确实对于伸手矫健的杰克森造成威胁 彭广阳 2021年11月13日